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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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 我们彼此已经不安了 为何 你还继续拉扯 你夹着眼的手还在颤抖着 是代表你确定变了 还是舍不得 我们还在学爱情的依靠 学着该如何忘记难过 时间冲到了爱情的掩盘 但回忆还记得我们爱着 我们爱不能走心弦 就算还剩一点 也不该让这爱搁浅 我们还在学爱情第一课 学着该如何忘记难过 时间冲淡了爱情的颜色 的回忆还记得我们爱着 我只要平淡的爱着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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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来坐 和平 又让你担心了 看你说什么呢 没把你照顾好 是我的责任 妈 我决定搬回来陪你 不住小屋了 好啊 和平 妈觉得 真的很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佳琪 你们都是好孩子 是我的偏激 害了你们 我知道 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那天 我到佳琪的店里去找她 我请她原谅我 这孩子 她却跟我说 没关系 都过去了 她没有一点责怪我的意思 这让我惭愧 我看着她 这么好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我要一再地伤害她 打击她 我差一点 连她的店都毁掉了 妈 你的觉悟一点都不值 虽然我跟佳琪 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但是我很高兴 我看到你终于认识到她的好 让我们一起祝福她 祝福她过得幸福吧 嗯 虽然爸不在了 但是我们还有彼此 就算为了我 为了爸 为了你自己 也都要好好保重身体 你合选 听到了吗 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没吃饭吧 我跟希子等你吃晚饭呢 这么晚了你们还在等我吃晚饭啊 希子下午就来了 我们在这儿喝茶聊天 一点都不无聊 妈 你以前不都是喜欢出去逛逛 喝喝下午茶之类的吗 今天为什么不让希子 带你出去走走啊 伯母说不想出去 我就带了一些点心 陪他喝下午茶 现在的妈只喜欢待在家里 因为我总觉得 这家里有你爸爸的气息在 以前我不喜欢他在家里 只是怕他在外面关系搞不好 现在他走了 我才知道 原来一家人能聚在一起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妈 伯母 以后只要我一有时间 我就会常来陪您的 就像一家人一样 好吗 嗯 希子 如果我们真是一家人 那该多好啊 好喝的话还请多关照 请喝美味的转角咖啡 欢迎食喝美味的转角咖啡 好喝的话可以关过我们店里 欢迎食喝转角咖啡 我们就在附近 谢谢啊 请喝转角咖啡 你好 好 欢迎食喝我们店里的咖啡 好 谢谢 欢迎尝到我们店里坐坐 嗯 好的 就在那儿 转角 欢迎到时光临 好的 谢谢 哎 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食喝我们店里的咖啡 谢谢 谢谢 嗯 安安 你来干嘛 要来找我麻烦是吗 安安 谢谢你没有告我跟小五还有阿炮 哦 没事 安安 我现在已经不跟小五阿炮他们混了 我现在也很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不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了 安安你相信我吧 好 你好 这边请 你好 转角咖啡 哦 对 两个蓝山 两个摩卡 还有一杯曼特宁 点心要吗 两个起司蛋糕 还有两个提拉米苏 来 给我 好 二十分钟之后送到 来 给我 好 二十分钟之后送到 给你地址 快点啊 人家要二十分钟之内 一定要送到的 没问题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我觉得这个安波真是个不错的孩子 嗯 那当然 跟我一样 是用气啊 我们还没有说一定会用它呢啊 来 有没有找的人走 可能在忙吧 走得那么匆忙 又不知道在忙什么大生意 那你问问他 我又不是你 什么事情都打破煞锅问到底 我哪有 学长都跟你说了 学长不告诉我我也知道啊 你呀不要什么事情都问这么仔细 要不学长不会受不了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阵子冬子的脸色不太好啊 没有啊 我只发现他每次看你的时候啊 两眼充满电光火湿 就跟个发电技士的聘名放电 张姐 加杯咖啡 哦 好 马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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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子 你还好吗 怎么了 没有啊 好几天没有跟你联络 想问问你好不好啊 还好 挺忙的 你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累 每天都是为了公事忙 时间又很赶 哦 那 那你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不在 有时候我觉得好孤单啊 会想有人跟我说说话啊 好了 我还得忙呢 时间不多了 改天再聊 喂 喂 什么呀 跟我聊个天 有那么忙吗 吸子 息子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这段时间以来 我的心境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父亲的突然离开 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无常 我自己逃过一场劫难 而我父亲他却没有 看着我妈妈 对父亲的那种不舍和后悔 我真的不想再让这样的遗憾 发生在我们之间 我妈妈的那句话提醒了我 她说 要是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 那该有多好 喜子 你愿意重新接受我的求婚 跟我成为一家人吗 我愿意 无法 别 又起第一 对 啥 也 垶 垶 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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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 垼 垼 垼 还是找不到阮总啊 要不你问问他妹妹吧 我不是找不到他 只是我觉得 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是幸福走到了门口 却怎么都进不来 因为没想太多了吧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 佳琪姐 我敢打宝票 冻子哥哥对你绝对不会变心的 就是嘛 我去送外卖了 拜拜 拜拜 和平哥 希子姐 你们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赶紧坐啊 想喝点什么 我去给你们弄啊 不用了 我们今天来不是喝咖啡的 是有个喜讯要告诉你们 我和希子要结婚了 恭喜啊 这是喜帖 恭喜你们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为你们高兴 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这一次我一定会去哦 等我哥回来再说吧 我哥这一出国呀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 你也找不着你哥啊 佳琪也找不到 这悬了 是吗 不过啊 我哥一向都这样的 也不算悬 佳琪啊 等我哥后天回来以后呢 你就好好地对他言行逼供 他后天回来啊 你不知道啊 我也是从他秘书那里知道的 我之前联络过他 他都没有接我电话 后来联络上 却说时间还没有定 可能他是想给你个惊喜吧 这家伙不是最喜欢玩浪漫吗 对啊 佳琪啊 你就放心吧 我哥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嗯 嗯 嗯 佳琪 佳琪 我们还有些请柬要送 所以我们得先走了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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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去哪一家 我送你们出去 好 好 哇 哎呦 嗯 哎呦 哎呦 嗯 西子说你明天才回来 我是想过来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你已经在家了 生意谈完就回来了 坐 对了 这是圣旨 这是尤佳琪 我是冬子多年的好朋友 跟她一起从美国回来的 很高兴认识你啊 您好 您好 我是尤佳琪 吃过了没有 如果没有吃我们就要了外卖 等一下一块吃 对啊 买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冬子 快点帮她拿一下 把它放在这 这是蛋糕 好美的花 给我吧 我去拿个花瓶把它插上 冬子 香不香 好香啊 给你整个花瓶把它装起来 知道了 你收拾一下啊 爸妈该来了 好 佳琪进去坐啊 待会儿我们一起吃啊 待会儿我们一起吃啊 吃这个 嗯 我跟圣旨认识很多年了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住她家了 这次多亏有你了 陪着我到处跑 成了我的贴身秘书 游小姐 你别听她瞎说啊 我呢常住在美国 你来了我不招呼你 你会放过我吗 对了 游小姐 你要是来纽约的话 就找我 到时候我带你到处去看一看 好啊 谢谢 佳琪肯定不习惯我们那种玩法 你看是迪芬生日那天 我们烤完肉去看秀 看完秀去跳舞 跳完舞我们去哪儿了 你还要去夜游车盒 而且还拉着我不准我睡觉 对对对 还说一定要喝酒聊天 对 到天亮呢 好了别说了 你把游小姐给吓坏了 我刚认识佳琪的时候啊 她是一个完全没有夜生活的人 每天十点就要上床睡觉了 会吗 真的很难想象啊 跟古代人一样 冬子 要不这样 下次我们聚会的时候 叫上游小姐一块啊 好啊 吃啊 菜都凉了 怎么不吃 哦 我 我等一下 还要去店里一趟 不然这样子 我不打交你们了 你们慢慢吃 我先走了 拜拜 我送你 你没有话想跟我说吗 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 我得回去陪她 你知道吗 我走 我去尽匯 你等一下 再来 我去哪里 快去哪里 对 你把这椅子 你干什么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把过去白费 冬子 我是为了配合你才演这出戏的 但是接下来呢 你打算还要瞒她多久呢 我看得出来有佳琪对你的感情 你真的觉得这样做好吗 在请你陪我回来之前 我就已经想过 我宁愿她误会我 我宁愿她恨我 等我走的时候 她就不会再伤心难过 我恨我自己没有早点发现这个病 否则我绝不会用尽一切去挽回她 我还对她说出那些该死的承诺 眼看着她又要失望了 这一生我注定复了她 这一生我注定复了她 对啊 是啊 她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真的 她提早回来了 那她真给了你一个大惊喜啊 就是啊 是啊 她的确给了我一个 大惊喜 怎么了 做事啊 走啊 走啊 我有点事情想要找她 进来 冬子 牛小姐找你 你有空吗 我想跟你聊聊 我身体不舒服 改天吧 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那你们先聊 我去买东西 喂 我去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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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对劲 可是你有朋友在场 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回去想了一个晚上 我想你是不是有一些话 要跟我解释清楚 好 我说 但是我说了你得听进去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的问题 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你跟孟和平有段刻骨铭心的初恋 你跟孟和平有段刻骨铭心的初恋 我也有 就是圣旨 你跟和平已经没有机会 再回到从前了 但我跟圣旨 就在这次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们旧情复燃了 一见面 才发现我们原来 还都依恋着对方 我 十几天下来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你要说我无情也好 滥情也罢 但事是摆在眼前 我们没有办法再离开对方了 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我们两家本来就是世交 而且他爸 已经答应我们的婚事了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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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个字 如果你没有骗我的话 你为什么不敢面对我 我没有什么不敢面对的 你恨不和平没有办法修成正果 我不是因为你有多爱我 而是他母亲 那是你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 而我 可能是你在王延中的一块扶墓而已 但我跟圣旨不同 我们曾经因为距离中断我们的感情 但我们真爱着对方 而对你 我只能说声抱歉 任志东 我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要这样对我 我们一起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 如果说这样的结果 能够让你幸福的话 当初不定 就算辛苦的沾尔欲聋 爱你我爱到最后 像回忆这个朋友 爱情从而认同心 变成我一个 默默承受 爱你不中 我要自己不要放开手 不痛不痛 心却独自跳得好寂寞 幸福那一个美梦 时而认同心才有 你渐渐缺席 让我被等在未来的入口 爱你不中 不痛不痛 就算辛苦的沾尔欲聋 爱你我爱到最后 像回忆这个朋友 爱情从而认同心 变成我一个 你十啥才不过来了是不是 对了 明天下午 我想约大家去转角喝下午茶 你用没有碰一起来啊 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商量 转角 知道了 今天下午呢 妻子包肠 我给大家准备了好多点西 吃甜点 还有甜点啊 今天呢有我为大家服务 这个丫头啊越来越懂事了 佳琪啊 你就好好休息吧今天 没关系的 你说也真是的 这都几点了 说好三点的 我哥她又迟到了 这都几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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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她又迟到了 今天下午呢 我给大家几点了 谁说我们迟到了 车不好停嘛 大家都到了 介绍一下 这是圣旨 徐时锋 这是孟和平 这是我妹妹 你还记得吗 当然 怎么可能忘记呢 很久没见了 小丫头已经长得亭亭亦立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和灯子一起回来的 他让我给你们一个惊喜 所以不让我说 那坐啊坐 坐 坐 这是周静安 这是安安 对了 这是余佳琪 你们见过的 你好啊 又见面了 你好 你们要喝什么呀 我记得你喜欢曼巴 对吧 一个曼巴 一个哥伦比亚 你别喝咖啡了 喝牛奶好吗 好啊 都听你的 哦 喂 你不是说有事情要宣布吗 快说啊 那个 我跟和平哥 要结婚了 真的假的 喂 不容易啊 决定了啊 嗯 落跑新娘的戏码不能重演了啊 哥 我说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 本来的戏码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够了 你别说了 更谢你们啊 冬子 今天我们之所以会聚在这里 是因为我和戏子已经决定了 我们要邀请时锋和静安 还有你 和佳琪 一起做我们结婚时的伴郎和伴娘 好啊 好啊 我没问题 只要佳琪愿意就行 我说和平 希子 不如请冬子 还有圣旨小姐 当你们的伴郎伴娘 不是更合适吗 好啊 希子 你不会介意圣旨当你的伴娘吗 不会啊 不会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我和圣旨还有事情 我们先走了 走 你这样对佳琪是不是太残忍了 你别说了 我必须这么做 佳琪才会断了念头 我 接下来所有人都会来找我 你必须帮我到底 别说了 我们先上车把药吃了 啊 坚持一下 冬子 坚持一下 我 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太随便了 佳琪啊 你们都看到了 冬子说她要离开我 是因为她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 你是说圣旨姐啊 圣旨姐是我哥的初恋情人 我从来都没有听我哥说过的 我去问个清楚 和平 你要答应我 不管你问到什么 都要告诉我 不可以瞒着我 圣旨回到姥姥家 明天早上回来 我来这里不是找圣旨的 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 冬子 如果你有不能和佳琪说的理由 你可以告诉我 否则 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好 我说 我这次去美国一直住在圣旨家 很意外 她找一帮美国人给我接风 我们狂欢 哀皮 玩得很尽兴 大家都很忘我 我跟圣旨 也很自然地发生了关系 事后圣旨很认真 我也觉得我应该给她一个交代 圣旨她不是一般人 她家跟我家有很深厚的关系 我不能对她不负责任 我没得选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知道我是混蛋 又让佳琪伤心了 但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看 所以我选择不让她知道 阮正东 你现在还在想着自己的难堪 你有没有想过佳琪的伤痛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是自私 我是混蛋 但事实就是我摆脱不了圣旨 你叫我怎么办 我宁愿她现在恨我多一点 怨我多一点 反而容易将我从她的心里面抛开 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你到底了不了解佳琪 佳琪她好不容易走出了伤痛 好不容易走到了现在 好不容易放下一切来接受你 而你呢 你做了什么 你这么做 你让佳琪 情何以堪 我告诉你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一定要尽快把圣旨的事解决掉 你以前除了圣旨 不是还有很多女朋友吗 该解决的你都解决了 这关键取决于你 你 我知道你对佳琪根本无法忘记 现在你母亲的障碍 也已经不在了 让她回到你身边吧 而我 放荡不羁 自以而行 有了这次难保没有第二次 她终究不会有安全感的 你 阮政东你还是不是人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把佳琪当什么了 你给我起来 你听着 我爱希子 我马上要和希子结婚了 你这个混蛋 你自己闯下的祸你自己来解决 不要让别人帮你扛 因为 这是对佳琪最起码的尊重 说吧 在坏的情况我都有准备 说吧 你负 treaties Kyle 秋歌 我们要离开的那奥 我们要离开的那奥 他跟圣旨有什么旧情 他没提 不对劲啊 和平 这不像是冬子的作风 你想想 以前他设计我的那段日子里面 都没有这么做 不可能人到了国外 就完全变了样了 我觉得一定有别的原因 对啊 这家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流倜傥 可他对感情还是蛮有洁癖的 昨晚我一激动还打了他一拳 你们打架了 不是 这个家伙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他居然让我再和你 你说我怎么听得下去 我觉得这个圣旨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要不 你请西子把他约出来谈一谈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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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什么破烂礼活 你们每个人都拿这件事情轮番轰我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了 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新妹妹 我就爱圣旨 阮总 福特汽车的李总 已经在会议室等您开会了 我知道了 好的 哥 哥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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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伯 您看一下 这些药到底是什么药 喜子 这药是谁在服用啊 这个不是普通的药 应该是专门治疗脑癌的药 别再说是谁的错 让一切成灰 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 一切难以挽回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 怕过去白费 你总以为要体会 人生就要多爱几回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 宁愿你犯错后悔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 留我独自伤悲 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 宁愿你受伤流泪 莫非要你缠尽了苦悲 才懂真情可贵 别再说是谁的错 让一切成灰 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 一切难以挽回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 怕过去白费 你总以为要体会 人生就要多爱几回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 宁愿你犯错后悔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 留我独自伤悲 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悲 宁愿你受伤流泪 莫非要你缠尽了苦悲 才懂真情可贵 我非要你缠尽了苦悲 我非要你缠尽了苦悲 才懂真情可贵 我非要你缠尽了苦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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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缠尽了苦悲